只是,青木早已心有所属,此生非他不娶,青木所莫,乃青池公后池上山。 父神,与三手火龙一战,皆靠青木上君力挽狂澜,儿臣不敢鞠躬。 简而不必自前,北海上君此次有功于三界,本帝今日就将北海封为你的属地,向天宫无限尊荣。 天帝。 北海上君,你这是…… 不知天帝可否还记得,青木在离开天宫时,曾向天帝求得一诺。 自然记得,怎么,这一个北海还不够吗? 青木所求,并非三界疆土。 那你要什么,尽管说来。 请天帝解除我和锦昭公主的婚约。 不可! 父神! 父神不可! 青木! 青木! 昭儿! 退下! 父神! 不可! 北海上君要解除婚约。 这等妖天之行,她竟还不答应,实在是狂妄。 青木,你刚才所说,确实是认真的。 是。 为何? 难道本地的女儿,还配不上你吗? 青木绝无此意, 请召公主身份尊贵, 夏军实在不敢清淡。 只是, 青木早已心有所属, 此生非她不娶。 若夏军娶了公主, 对公主实在是不公平, 还请公主谅解。 天地美意, 青木实不能受。 是。 父神。 陛下。 北海上君, 本地倒是想要知道, 这女子到底是谁。 你宁愿放弃北海, 放弃锦招, 也要取之。 青木所莫, 乃青池公后池上审。 此生非她不娶, 望天地成全。 果然是她。 这青木丹子也太大了。 父神, 您不可以答应。 女儿若是被退婚, 今后, 该如何在三级立足? 陛下, 您的照例, 向来下令无感。 怎可为了这北海上君随意更改? 本地早已说过, 只要青木能带回景阳, 本地便允他一怒, 众仙为证。 本地说出来的话, 又岂能出尔反尔。 陛下, 那太苍枪。 罢了。 青木, 本地今日, 就收回此你的婚约。 从今以后, 你的婚事。 父神! 你自己做重。 谢天地成全。